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前两天回忆习近平母亲的文章 就说了毛泽东亲自给习仲勋讲的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不是人民利益 所以这个齐心就是习近平的母亲 跟习近平所奉献的是 要党性不要人性 先把党摆在第一位 所以在中国整个的就是说 我要维护共产党的地位 我要维护共产党的特层 所以他们在决策的整个过程中 是颠倒的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民本 从来没有考虑移民 为人民为中心 总是考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不能动摇 而且他领导人考虑 他的权力不能动摇 他能够连任长期执政 说到成都的一个事件 跟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 美国有问题 中国有问题 但是美国的处理是 人民可以示威游行抗议 而司法可以独立地判决 那么警察可以判决有罪 人民可以得到申冤 哪怕弗洛伊德是个罪犯 他也得到人民的祭奠 在中国49中出现之后 首先口帽子是颜色革命 然后说是外国势力 然后就镇压抓学生的家长 受害人最后成了说是 侧反分子 甚至有的学者 国安特务冒充的学者 声称要把这些家长活埋 这就是美国和中国 最大的对照 随民主随专制 一不了然